OK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4号 今天是第24次图沃罗语课 今天的图沃罗语课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和大家 今天的图沃罗语课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图沃罗语当中的重叠 这个当然在英欧语当中 谢谢 谢谢提醒 我这个电脑旁边放了一个水杯 好 感谢 我们今天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介绍诸沃罗语当中的重叠 英语的话就叫reduplication 这个我们只要学过古代英欧语的话 那对这个概念当然是不陌生的 泛语 希腊语 拉丁语 很多语言当中都有 日耳曼语当中其实也是有的 但保存的比较少 好 然后这个报告 我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在这个德国的耶纳大学和广岛大学 那为什么是广岛大学呢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耶纳的英欧语言学实际上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印度学也是 然后他们应该是每年吧 每年或者是最近几年 会举办这个研讨会 然后这研讨会呢 它有个名字叫myclockium my的话就是五月份 他们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开一个研讨会 然后今年的话 这次实际上原本应该更早一点举行的 因为疫情所以拖后了 然后呢 这次研讨会的其中一个组织者 在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位 叫委员寻一 Ozono Junichi 他是今年刚刚在广岛大学语言学系 成为准教授 那日语的准教授的话 就是中文的副教授 这就是终身教职了 今年 然后呢 举办这个会的话 他可以申请这个日本的科研费 日本这个科研费 日语叫Kakenghi 这个相当于是日本 国内最重要的 科研基金组织 我不知道对等中国的是什么 中国可能国家社科基金 这样 但国家 但这个科研费 它不仅是社科 人文 还有 自然科学 这个理工科都 都资助 而且科研费的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应该可以追溯到 就是日本 战前 那个时候 ok 好 然后 这个主题呢 就是今年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 印度日耳曼语当中的 重叠 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 因为这个委员教授 他的一直以来的这个研究题目 就是废陀范语当中 重叠构词 可以看 这个是他历年的这个申请情况 就如果大家 在这个日本的学术体系当中的话 那大概就需要申请这个 kakian 那我今年的这个申请已经提交了 然后就看 有没有运气能够获得这个资助 一般第一次申请的话 都是这个所谓的研究活动 start的支援 就是相当于 第一次申请 然后呢 你之后的话 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弱手 就年轻学者的这个研究 然后你获得这个年轻学者研究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叫基盘研究 就是相当于基础研究 或者是 就更加深一步的 对 然后这个还分B和C等等 然后之后的话 你还可以申请一个国际共同研究 这个的话就可以 用来资助举办这个国际会议啊 他可以负责帮忙报销 机票酒店啊 等等之类的 对 就是委员 他原来是邀请我去野拿的 对 但 所以我觉得当时邀请的时候 就还不清楚五月份 这个疫情的情况 所以就没有 去 所以我就在线上出了发表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报告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报告本身呢 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是介绍了 图口罗语的奥黛这个词 奥黛这个词 我稍后会解释 这个词 目前 并没有非常确定的 当然这个词 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当中 已经处理过 对 但目前 大家并没有 一个广泛 或者是 普遍的 这个认识 所以我 稍后会详细解释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图口罗语当中 这个重叠 一个 就是相当于 类型学的一种介绍 告诉大家 有哪些 重叠现象 那 大致的话 可以分为这个 动词的 动词形式的重叠 名词形式的重叠 还有代词 还有副词 代词和副词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少 主要的话 就是动词和名词 这两个部分 好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OLED 我们 目前对他的 这个认识和研究 最早 或者说 我在这里介绍的 是从 Kauser和Thomas开始 这两位 就是合作编写 这个TEB 图口罗语 基础读本 这两位 然后为什么 从他们开始呢 因为他们 这个观点 实际上是 基本上代表了 最早的 Zik Zikling 这个两位破译 当然还有书册 对吧 就是他们破译 图口罗语的 这个 第一代的人 他们 的意见 OK 因为这两位 其实都是 Zik的学生 他们认为呢 这个OLED 这个词的意思 是灰尘的意思 德语叫 Stop 然后这个解释呢 在1976年的时候 Van Vindekens 这个 我们之前 图口罗语克 数次讲过 这个人 对吧 这个人 学过非常多的语言 但是 这个有一些 过于意想天开 然后 会有一些 非常奇妙 奇思乱想 好 然后他 首先呢 接受了这个 解释 认为他也是灰尘的意思 然后他和另外一个 图口罗语A的词 叫 也叫这个灰尘 和脏东西 联系起来 然后Helmason Helmason 大家应该也 有印象 对吧 他是一位 英年早时的 在冰岛的 冰岛的 历史原学家 然后主要是 研究图口罗语的 他在1986年 1986年的书 是什么书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目前学界 一直 还在 沿用的 就是 所谓 叫 Materials for Tokeran Historical and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为什么叫 Materials呢 就是因为 他 没有编完 就去世了 然后是后来的人 Lubotsky 和这个 Soharstotty 负责 整理编辑的 然后现在 莱顿 出版了 这个Adams的字典 但这个Adams的字典 质量实在是不行 其实大家也希望 能够按照 这个Helmason的 这样的 严谨 或者语文学 语言学 都比较扎实的 这个 态度去 重新做一套 这个Tokeroy字典 OK 好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字典 目前的话 只做到K 我主要 把这个K 做完了 但这个已经 非常大的贡献了 为什么呢 因为Tokeroy当中 实际上很多K 开头的单词 对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贡献 好 这个是给大家看的 这个Helmason OK 然后Adams 1999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是过了十年 之后就会有个解释 对吧 就是 Kaust Thomas 1964年 然后1976年 Vindicant 然后1986年 Helmason 1999年 是这个Adams 对吧 Adams在他的 这个D版的 图霍罗伊字典当中 也是接受了 这个解释 认为 他也是灰尘类似 但是呢 他不认可 Helmason和 Vindicant 这个词源的解释 然后Vindicant 在2003年的时候 提出一个新的解释 就根据Vindicant 的这个解释呢 这个Vindicant 和Leasa 两个词 这样子 应该是同一词 因为他们出现在一起 是一对词 但是呢 他 还是没法解释 这个Olet 这个词 这个Vindicant 被认为 是附属形式 但是呢 这个Olet 这个单数形式 他并不能确定 你可能讲了 那附属的形式 都确定了 我说单数形式 确定不了 就是因为 他并没有找到一个 可靠的证据 OK 然后Schmidt 在2008年的时候 也是接纳了 Winter的这个观点 然后他找到了 这个Sanga Beta Vastu Sanga Beta Vastu 这个中文 应该叫什么 Sanga是这个僧团 然后Beta是分裂 然后Vastu是事情 他肯定有一个中文翻译 但我现在一时半会儿 没想到 对就是 他实际上是属于 这个滤脏当中的 一部分 因为滤脏当中 有很多这种Vastu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知道 这个在座的 有很多 就有一些 朋友可能不是做佛教的 所以我还是要 稍微说一下 对 就是 基于的是这个文本 Sanga Beta Vastu 然后这个呢 实际上是这个 Mudas 就是根本说一切 有部御脏的 这个第17和最后 就就第18了吧 是 嗯 懂啊 是18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少章节 嗯 但 就是说这个部分 嗯 是在 滤脏当中的 是根本说一切 有不的滤脏当中 好 然后呢 嗯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嗯 Schmidt 嗯 他 就是因为是 Balt Schmidt的学生嘛 所以 嗯 他在这个佛教文本 佛教语文学上面 嗯 有非常深厚的研究 所以呢 他就基于这个Sanga Beta Vastu的这个文本 判定 嗯 图沃罗语这个词应该是表示啊躯干的意思 就是身体的四肢这样的意思 但他还是没有给出这个Olet这个词的范语对应 然后皮诺呢 在2008年就是他的呃 呃 Crestomatie对吧 就皮诺的这个书大家应该嗯 一下啊 2008年呢 这个 叫啊 叫呃 Crestomatie Tor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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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图沃罗语的这个阅读 呃 教材 OK 然后呢 他在这个呃 书当中也讨论了 这个词 呃 Velenta 对吧 然后 嗯 等等 后面 然后呃 评论的这个答案 评论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 评论这个解释事实际上 评论的这个解释事实际上就回归到了 嗯 基础读本 1960年 1964年的这个解释 就认为呢 他意思呢 可能是这个脏东西的意思 嗯 然后呢 呃 在这里的话 他就指这个僧人 呃 穿的这个 呃 衣服 然后 呃 因为 这个在野外嘛 呃 所以弄得很脏 这样的意思 就是僧人 这个脏的 这个身袍 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2013年的时候 在第二版的图火罗里字典 Adams 的话 就呃 放弃了之前的解释 然后认为呢 这些呃 出现了 嗯 这个上下文 都并不能明确的告诉我们它的意思 对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他所谓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 就一共有三个呃 这个文本证据 那第一个文本呃 是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呃 保存的呃 保存的非常完整的 非常罕见的 一张图火罗语写本纸 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 就是大部分的图火罗语 大概都是这样的 非常残缺 对 好 然后这个第一件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呃 三个人的网络当中的文本 它的编号是THT107 然后通过了文本在这里 我简单读一下 意思呢 呃在这个期间 Epic day的话 就是在这个期间 那就是呃 就是Between 这样的意思 所以合在一起的话 可以翻译成Mingwire 就在这个时间之间 呃 然后Bodhisattva 呃 菩萨 在这个呃 尼连禅吧 这中文好像翻译成尼连禅 对吧 这个河当中 这个是河的名字 然后Ned的话是呃 Wedge 格丹树 对吧 他进入 他在这个河的当中干嘛呢 就是首先Kalpa Kalpa是进入的意思 就是 下到这个河里 然后呢 Nasha Nasha是洗澡的意思 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个 Ryasa Venta 然后 Kalpa Kalpa 全部 Kalpa 是洗的意思 然后 我在这里的翻译就是 他呃 彻底的洗了自己的 躯干和关节 啊 就从字面上来讲的话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我稍后会详细解释 然后之后呢 这个神 Nekti 附属 他们呢 把这个Arjuna 呃 树 Arjuna 是来自泛语的 这个Arjuna Arjuna 树 Stam 是树 然后把这个树呢 弯向他 就是Nemar 是弯向 然后Nesh 是朝向他 就是 当然是朝向佛陀 朝向这个菩萨了 对 然后呢 这个菩萨抓住了这个树 Kal 是这个树 然后 Exate 是抓住 就菩萨 抓住了这个树 然后呢 他就从这个尼连禅 这个 他就从这个河里面 从他出来 对吧 Mensh Ablatif 对吧 从这个河里面 然后Lesh 是出来的意思 那出来之后干嘛呢 然后Versate Vers 是穿上 穿上他的这个 Kashaya Kashaya Vers 是衣服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梵文呢 我们平行文本 在这里 叫 I am Bodhisattva Bhagavan Nai Ranjanam Abhya Vagaghyam 然后呢 Gatla ni Parishya 好 然后后面是 后面我们就补了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就说呢 这个菩萨 然后伯加凡 然后他在这个 他进入这个 尼连禅 这个河 Abhya Vaghyam 是潜入 进入的意思 然后进入这个河 干嘛呢 Gatla ni Parishya Parisya 是 就是 浸透 浸泡的意思 这里当然就是洗的意思了 就是洗他的这个Gatla Gatla是躯干的意思 Gatla是这个四肢 还有身体的意思 这是附属 因为他有四肢嘛 对吧 所以是附属 然后后来呢 他还说 这个因为他身体 就是没有力气 然后呢 他没法出来 等等之类的 然后后来有神 Devatabih Devatabih 就把这个树干 伸过去给他 等等之类的 所以和附和罗语差不多 那所以基于这个文本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sorry 所以基于这文本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Liasa Vrenta Pro Laikate 就是他洗自己的 这个躯干和关节 彻底 彻底的洗 应该是对应泛语的 这个Gatrani Parisiccia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对吧 因为土火罗语当中 我们有两个东西 Liasa Vrenta 但是呢 在梵语当中 我们只有一个词 Gatrani 对吧 好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sorry 不好意思 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解释呢 就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首先啊 这个Liasa Vrenta 这个第一个词 它就已经表示这个 躯干的意思了 Limps 这个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本当中 可以找到 OK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Liasa Angani 好 皮诺在一个巴黎的这个残片当中 发现的 OK 是关于缘起 OK 然后呢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佛教文本当中 会发现 这个Gatrani 躯干 就是这个四肢 或者这个手臂脚 这个四肢 它呢 经常和另外一个词组 混合使用 叫Gatrani 这个词 Gatrani 它字面上当然就是 躯干和关节 Sandi的话就是 范语的那个连身 对吧 连身就是东西连在一起 关节的话也是把东西连在一起 比如呢 我们在这个 Mahavastu大师当中 就有一个词组 叫Anavadia Gatrani 就是Anavadia是没有过错的 就完美的 完美的这个身体 然后呢 这个完美的身体 它除了叫Anavadia Gatrani之外 它还叫Anavadia Gatrani 就这两个词是可以交替出现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在土口罗伊 A当中也有一个特殊的词组 叫Lia Apsa 然后这个词组呢 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只有这两个 就这两个永远都同时出现 OK 然后它的共同的含义呢 叫去干 就是我们根据上下 我们可以知道身体去干的意思 身体四肢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Lia 从这个形态学上 我们可以知道 它和B的这个Lia Sa 也是同源的 好 所以呢 这个Lia Sa 应该是 以及这个Lia Apsa 这两个词组 应该是泛语 Gatrani的 这个一个直接的介意 然后呢 考虑到这个Lia Sa 等于这个Gatrani 因为Lia Sa的意思是这个去干 Anna的话 就是去干 然后Gatrani也是这个 四肢 也是四肢 就Lia Sa这个词 就是四肢的意思 Gatrani也是四肢 然后所以Budenta 应该等于桑迪 这个词 好 然后这个结论呢 就是Budenta等于桑迪 这个结论呢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文本当中 这个是入胎藏经 胎草 入胎经 就是介绍胚胎的这个发育过程的一个经文 我们也有个土火罗语 残片 然后在这个土火罗语残片当中呢 有一个词组叫Aji Ore Aji的话是Ajo 骨头的意思 Ole的话 刚才说了是关节的意思 就是骨头和关节 这个的话 有可能对应梵语的这个Asti Sandi 好 然后呢 这个四肢这个含义 我们在另外一个巴黎藏品 PKAS这个7K当中 这个意思也是正确的 这个句子叫Vudentane Kectene Po Inintra 就是所有 All going in the limbs and body 大家这样的意思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 然后呢 是第二片 第二片 这个文本 编号是119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阿毕达姆的文本 但是呢 早期编写者 而表早期编定者 Ziegling 他们假设了一个 完全不存在的一个文本 他们说这个文本可能叫 Laja Vriti 但是在写完这个话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说了 实际上我们在 现有的文献当中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文本 可以找给大家看一看 OK 在119月 119号 好 119号在这里 这个是出自这把 克兹尔 这个千佛洞 洪穹洞 sorry 这个R表示洪穹洞 就是这个 里面可能是红色的 这个图顶 这样的意思 好 然后关于这个文本 等一下 看看在这里 就关于这些文本 就是117到132 他认为呢 这个 Denama Drift nach der Kolofen 就是说啊 这个文本的名字 有可能 依据这个 123号 残篇当中的这个奇迹 或者说 不是奇迹了 这个后迹吧 就是 一般写完一个作品之后 会说 哎 我的这个作品写完了 等等 他说呢 可以根据这个 123号上面的这个 记录可以 判断 可以知道这个 文本的名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全都是 增补出来的 对吧 就是说 实际上 在残篇当中 只保存了两个器 然后他把它全部 补出来 变成 Rajia Vriti 且不说这个Rajia 怎么样 你就算是Vriti的话 都已经 很让人怀疾了 对吧 更别说 实际上 范语当中 有很多文本 叫什么什么Vriti 对吧 好 然后之后 他还不忘补了一句 阿 阿 就是 叫这个 名字的文本 我们目前为止 还没有 所以这是 我搞不懂 这个编写者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逻辑 首先 他 就是 非常魔鬼的 增补了 一个这样的题目 然后又补了一句 说 我们这个文本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对 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过于 搞笑了 对吧 好 那么回到这个文本的话 如果仔细看这个文本的话 就可以知道 其实都不用仔细看 你只要找到一个关键词 大概就明白了 但是文本当中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叫 安塔塔巴巴 安塔塔巴巴的话 就是 看 我去找一下这个中文翻译 给大家看一看 安塔塔巴巴的意思是 从字面上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知道 它是指一个中间的状态 对吧 OK 安塔塔巴巴 在这个玄奘和真迹的这个阿毕达摩翻译当中 据手论的翻译当中都有 对 安塔塔 安塔塔是中间 对吧 然后巴巴是存在 所以呢 真迹把它翻译成中有 然后玄奘呢 把它也是叫中有 对吧 就是中阴或者中有 就是 什么叫中有 就是 英语的话叫 intermediate state of existence 就是在 生和死之间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文本 答案非常残缺了 但是根据这些关键词的 我们可以大致的找到它对应的这个段落 叫 然后 等等 就是说 这个 对于这个 想的 或者说精神 或者是 我这个mind 我不是很好翻译 就是 应该是 梵语 应该是 chitta吧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consciousness 这样的意思 就这种意识 对于这种意识的 这个束缚 然后会 相当于导致你 轮回 重生 这样的意思 这的话就是 在讨论这个 轮回或者重生的 原因和 条件 就在阿毕达摩 据手论 就在据手论当中 我们有 介绍这个 轮回的 段落 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呢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重生呢 就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个 所谓的 pratisandicita 或者叫 sandicita 而这个就是 表示 对于这个再次 连接的 一种 意识 或者说 这个 再生的 这种意识 这个在 据手论 第九章 仁 这一品当中 有介绍 好 所以 基于这个背景的话 我可以知道 ore的话 它很有可能是对应 泛语的这个词 叫 pratisandibanda 就是这种轮回重生的 这种 枷锁也好 或者束缚也好 羁绊也好 OK 所以它大概等 邦达这个意思 好 然后这个第三 第三片的话 是一个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 判明的 一个残片 所以这个 应该是 第一次 在中文平台上面 出现对这个 产 产片的判断了 当然前面两个 产片 我们在中文平台上面 也没有这个介绍 对吧 就关于这个产片的话 我会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在柏林举办的 这个东方学大会上面 详细的和一位同事介绍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DOT 这个应该是 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东方学会议 OK 叫Deutscher Orientalisten Tag 缩写的话叫DOT 它一般是四年 或者三年举办一次 但因为疫情 所以这个拖的时间有点长 然后这个正好是 第一百年 就是百年纪念 所以在柏林 Friere Wunner 就是柏林自由大学 对 然后呢 我和一位同事 会共同关于这个产片 其实还有另外一篇产片了 就是这个编号是388 还有另外一个产片是389 对 这两个人是关联的 非常惭愧的是什么呢 是我这个同事啊 他 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 他是哪里 他是巴 他通常是南美人 对 但是他是他发现了几个中文平静文本 对 我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 中文读的都没有他多 是非常惭愧啊 我的同事叫这个Diego Lucotta Diego Lucotta 然后他现在是UCLA佛教 佛教或者是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这个助理教授 他呢 他是这个Gregory Chopin的这个学生 Gregory Chopin的话 是 美国或者说世界非常有名的佛教学者 Gregory Chopin 然后Diego 或者 Lucotta 他是这个Shopin的学生 然后Diego他 本人呢 其实 也在段庆老师的门下学习过 他在北京留过学 留学过 所以呢 他中文非常好 对 好 然后这个中文的平行文本啊 事实上是他提示我的 那我为什么会重视这个呢 因为我其实在好几年前 专门对这个写本研究过 因为这批写本的这个磨损非常严重 所以呢 ZigZigling 在当年 计算这个 写本 总体的这个尺寸的时候 是出问题的 然后导致他们 这个断句 有的时候断的也是错的 当然还有就是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磨损非常严重啊 所以有些读法也是不正确的 对 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有一些猜测 但是呢 到去年为止 这个 在这个迪耶古的这个建议之下 或者提示之下 然后既然证实了我的这个猜想啊 那实在是一个非常 嗯 就是怎么讲 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然后这个文本啊 事实上是一个 这个Buddha Charita 就是佛本行经 我就介绍佛陀 生前这个故事的 然后在193 193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那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Buddha Charita 最熟悉的Buddha Charita 宝云嗯 其实应该也并不是非常确定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嗯 这个叫什么呢 我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就我们呃 就我们呃 在这里 我们现在如果要 去看这个 佛经的这个 呃 译者 呃 光看这个大阵藏的话 其实并不是非常可靠 我们应该去看这个 用一个呃 在线的数据库 这个是海德堡大学 迈克 做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这个T 0193 0193 对吧 然后可以出现这个文本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 呃 不知道到底是谁翻译的 对 OK 然后下面有一些 呃 关于这个经的 这个研究 等等之类的 OK 好 回到这个 呃 我简要说一下 就这个呃 图沃罗尔文本 它和中文本的 这个佛本形体经 对照的非常非常好 就我们甚至可以怀疑 呃 这个 呃 中文版啊 中文版很有可能是受到图沃罗语的 影响 呃 因为反过来是 呃 我们没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中文佛经 呃 就是图沃罗人从中文翻译成图沃罗语 我们目前没有这样 呃 这样的证据 但很有可能是这个 呃 图沃罗语 呃 这个版本影响了这个中文 呃 版本 OK 然后这个 关键词 额尔文呢出现的这个呃上下文是这样的叫 Nomyesha Nokchia Vairudische Taiore Taiore 好 这是表示什么呢 这个 Nomyesha是珠宝的 啊 然后 Nokchia是 呃 神圣的 就是神圣的 呃 由珠宝构成的 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就它都是呃 修饰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 是一个阴性的词 所以很有可能是花那个词 就在图沃罗语当中 花是阴性啊 花这个词叫Piapio 是阴性在这里 Piapio 是个阴性词 然后这形容词都是阴性的 就这个花是什么样的 这个呃 天上 就是天上的这种花 或者是呃 宝石装饰的 宝石做成的这种花 然后呢 还有这个Vai Lodish Vai Lodish 这个是阳性 好 然后这个是应该修饰这个Ole Vai Lodi的话 就是泛语的Vai Lodia 嗯 琉璃 或者是宝石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里有一个指示代词 呃 数格单数 阴性 对 所以很有可能是修饰 呃 可能有可能是指前面这个阴性的词啊 就我刚才说了 这个可能是花啊 那这个平行文本叫什么呢 平行文本在这里叫天宝杂成 呃 妙甘 琉璃 以为花金啊 以为花金 呃 这个大家中文应该都是明白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 呃 图沃罗语 呃 这个宝石 宝 就这个 Namia 应该是对应这个中文的宝 然后呢 Nekchia 是对应天 对吧 就是天上的这种宝石 或者是 神 嗯 对吧 Divine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Vai Lodi 就是对应 这个 呃 琉璃 好 然后后面这个花金 花金 就是对应这个Ole 对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Ole 这个词 是表示花金 那意思 哦 就是 长长细细的那个花金 呃 他呢 应该是对应泛语的这个Banda 这个词 因为花金在土和罗语 而在泛语当中叫Banda 它也是来自这个Band 束缚这个词 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束缚连接啊 就是 就相当于它是连接这个 花的部分 对吧 就是细细长长的是 是一种连接 对吧 这样的意思 OK 好 所以至此的话 我们身上有三个完全独立的 呃文本 都可以支持 这个含义 就是什么样的含习呢 这个Ole这个词 呃 以及它的复数 呃 应该是表示一种连接 对吧 要不是表示身体的连接 关节 要么呢 是表示这种 呃 抽象含义的 这个呃 这个轮回 这种连接 然后精神的这种连接 还有呢 呃 或者是束缚吧 束缚啊 还有呢 就是这种花植物当中的连接 就是这个花茎 对吧 OK 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词如果是连接的话 啊 很有可能是来自原始原味的 这个Hair这个词根 然后这个词根的话 我们在其他语言当中 实际上是都是有的 比如说在希腊语这个Altron 或者 呃 拉丁语Altus 对吧 然后希腊语Altus 然后 费多放约Altus 都是来自这个词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 就词根原来的意思表示 就是匹配 呃 连接 这样的意思 好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呃 重叠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这个就涉及到图火罗语自己的音变 图火罗语的这个Gb当中的OR 它实际上是来自原始图火罗语的 啊 或者说啊 直接就来自啊 PIE吧 它应该是来自PIE的长音A 啊 OK 好 然后这个词根的话 嗯 叫这个呃 啊 这个词根叫Hair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你直接是这个形式的话 那它只是一个短音的A 对不对 啊 就是第二类猴音 第二类猴音的话 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短音的A 但事实上我们这里需要一个长音的A 那长音的A的话 就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就是重叠一下 对吧 就是Hair 这样的一个重叠 这样一个重叠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长音的A 对吧 这就是长音的A OK 好 然后这种重叠构词的话 在其他形式当中也是有的 比如说非常熟悉的 翻译的Chakra这个词 或者希腊语的Kuklos 那边是轮子 对吧 嗯 轮子是什么呢 轮子是转动的东西 对吧 它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 所以是来自这个 呃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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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转动的意思 然后呢 叫Ker Ker 这样的意思 然后就为什么H1 在一个括号里面呢 因为这是一个 呃 索旭尔的 所谓的索旭尔 喉音消去 就如果有一个流音 再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响音 就是AMLR都可以 有一个这个 resonant的话 一个喉音 然后再有一个Ostem的话 或者O原音在旁边的话 这个喉音就会消失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 chakra Quickloss这样的形式 所以轮子的话 就是一直在转的东西 对吧 好 然后从这个磁根的话 我们实际上 在其他语言当中 也有这种关节啊 身体 只干 这样的意思 对吧 我刚才也说了 希腊语的这个Altron 还有 拉丁的这个Altos 对 然后呢 这个关节和四肢 实际上 意思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 范语的这个parvang这个词 parvang表示关节 对吧 但它也表示 关节中间的这个身体的部分 那关节中间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手臂 这个身体的这个 呃 四肢对吧 这样的意思 ok 好 然后关于这个磁根的话 实际上 呃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呃 这个 这个磁根 呃 开头的这个猴鹰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 呃 在 Anatolian 在 呃 赫地语 当中 有一个词 叫Ada Ada的意思呢 表示正确 或者是恰当的 如果这个词 呃 也属于这个磁根的话 那 这个开头 可能是第一类猴鹰 因为我们知道 第二类猴鹰 呃 在开头的话 会保留下来 对吧 会变成一个har ok 然后这个是 叫Kohen 和这个 Mautzen 他们的 呃 一个解释 就是说如果 赫地语的这个Ada 也来自这个词根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 词首的猴鹰 有可能是第一类猴鹰 那如果是第一类猴鹰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因为如果是第一类猴鹰的话 你没法通过重叠 来构造这个词 对吧 我写一下 就如果是重叠的话 就如果这个词 叫har 第一类猴鹰的话 那你把它进行重叠的话 会变成 这样的形式 对吧 会变成一个长音的A 所以这个就不会变成 土口罗语的Oda 而会变成 相当于Ada 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好 呃 所以 如果这个词根 是一个 第一类猴鹰开头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假设 这个词根呢 这个 如果你想 把它变成Oda的话 我刚才说了Ola 它必须得来自一个长音的A 那你就必须得把这个A延长 对不对 变成一个这样的形式 这个延长的A级呢 在原始英语语当中 非常罕见 相比于这个重叠的构词的话 这个R O 就这个长音的A 再加上一个O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知道的 一些词的话 可能确定的就只有两个吧 第一个是 希腊语的这个Hedus这个词 希腊语的Hedus是欢乐高兴 对吧 然后 泛语的这个Swa du 就甜的 甜美的 这样的意思 对吧 Hedu Pleasant 给大家看一看 就关于这个长音R grade 非常罕见 对 这个甜的舒服的 对吧 这样的意思 Swa du 梵语叫Swa du 然后希腊语的话叫Hedus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Alien这个放言当中 它有一个D Gamma在前面 Wadus 如果我们去看荷瓦史诗的话 在这个Hedus当中 我们会发现 这个前面不仅是一个辅音 它实际上是双辅音在前面 根据诗律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我可能很早很早的时候 讲希腊语的时候 讲到过这个词 就我们虽然在放言当中 有这个D Gamma的形式 但是在诗律当中 光有一个D Gamma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在某 我们在某些地方会发现 它需要一个双辅音在前面 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更加支持和泛语是同源的Swa du OK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 有可能是这个长音的A 这个Swa这个形式 OK 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词是泛语的Vastu这个词 OK 这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Vastu是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Vastu是短音 Vastu是表示事情 这里呢是Vastu Vastu是表示这个家的意思 就是居住的地方 然后这个词呢是和希腊语的Astu是同源的 然后我们在麦希腊语当中有这个Vastu 就是有一个V的音在前面 所以知道这个前面应该有D Gamma 然后这个Arcadian Arcadian 不是Arcadian 就Arcadian 这个方言当中也有一个D Gamma在前面 对吧 好 这个词为什么会很困难呢 因为在图火罗语当中又是一个O在前面 对吧 我刚才说了图火罗语O的话 图火罗语B当中的图火罗语B当中的O的话 我们一般是需要一个长音的R在这里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有可能是原始音用语的R 对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R再加一个O的这种情况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都是一个O结尾的 对吧 Vastu或者是Swab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 就如果这个 如果按照这个Cohen和Martin的这个解释的 但是呢 这个Klucast在他的这个贺体语的词源字典当中 有一个其他解释 就说这个 这个原始音为的O 它会影响这个前面这个H2 影响这个第二类猴音 所以它并不会变成贺这个音 所以说贺体语的这个阿拉也可以来自Holo 这是Ograde 在贺体语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变化 对 所以说不会影响我们刚才这个解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词根的一些解释 好 然后啊 就是一个比较 呃 general的一个 呃 介绍就是关于图口罗语当中的这个重叠 然后关于图口罗语重叠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呃说明 就是引用皮诺2017年呃在这个呃印欧语的这个书当中 当然了他写的那个真的非常不行啊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我说的是这本书 呃 这个呃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inter-European linguistics 这个诗有三卷 然后呢 在第二卷当中的话 我们有这个啊 等一下啊 我们在第二卷当中有皮诺写的一个关于图口罗语形态学的一篇 但是哎 这个说实话 呃 这个写的并不是非常系统就有点混乱 然后覆盖的内容也并不全面 尤其是相比前面哈克什战的写的这个语音的这个部分 呃 哈克什战写的这个语音的部分写的是真的是非常简明 而且是非常全面 然后非常清晰 对 反观这个皮诺的这个哎呀 实在是我 实在是不能向任何人推荐他写的这东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就像评论的这个一贯风格一样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呃团在一起 就是他似乎不知道怎么分行或者是怎么空出一个段落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写成一团放在这里 写在一团放在这里 对吧 就非常的不清晰 而且嗯就是举的例子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设计的这个内容呃 也也不够多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呢 提到一个这个图和罗语当中的重叠 就他说的这句话呃 呃就可以概括啊图和罗语当中重叠现象 重叠呢在构造过去分次的时候呃非常常见啊 啊图和罗语过去分次的话本质上就是来自完成式啊 我们知道完成式的话是有重叠的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在什么当中有呢 还在这个啊图和罗语A当中的嗯过去式 而且是十亿的过去式啊 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图和罗语当中 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呃 先来看一看在呃 这个过去分次当中的情况 这些都是呃 比较常见的一些词根 KM表示来 他和这个呃 范语的这个GAM是同源的 对吧 KM 他在构成过去式的时候 叫KKM或者叫KKM 这个KKM的话 也可以理解这个啊 如果不中毒的话 你可以 会略去 对吧 然后嗯 相应的这个TA的形式叫空 然后他的分次叫KKM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原因 一个是A一个是啊 对吧 然后A和啊的话是 可以追溯到原始用语的哦 对不对 虽然这个两个形式 所以肯定在原始用语当中是没有的 他应该是在这个原始图沃罗语当中 嗯 这个新构造出来的这个形式 好 然后Term的话是叫Tetemu 然后 嗯 图沃罗语A的话是Tatmu 啊 Ment叫Mamantau 或者叫Mamantu 然后Lit叫Lalai Tau 然后Lalai Tau Tik叫做Tatiko 然后Tatiku等等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呃 第一类 这个第一类是简单 呃 辅音 就只有一个辅音 对吧 KTN L T T的话是一个辅音 T不是两个 好 它有一个Yet 它构成的形式叫Yaito Yaito呢 实际上是来自Yaito Yaito的话就会变成Yaito 下面这个也是Yak Vik 它会变成Yaito Yaito的话是来自Yaito OK 为什么Wa会变成Yaito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帕拉塔的效果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前面的辅音 呃 它有的时候会发生帕拉塔的效果 对吧 所以这样 就是Wa会变成Yaito 这样的情况 好 好 然后呢 还有一类就是 如果是ST 辅音开头的话 比如说STEM STEM的话是 它的始动 呃 分词 叫 呃 放置 OK 它的分词是什么呢 叫 或者叫 你可以看到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 整体重叠了 对吧 然后呢 在通过了A当中 叫STEM 它只有一个 呃 重叠 对吧 然后 就是 叫 这是它的 复属形式 你可以看到这个 的话 它是会整体重叠 但是A的话 并不是很确定 A的话 似乎只 重叠了 这个S的 这个 啊 不对 这个 S的话 也是来自 这个整体的 重叠 只不过 简化为 这个S了 就它其实也是 这个S了 那是 简化了 就是你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OK 就跟前面这个 呃 薛夏母一样 对 好 如果是SP的话 重叠 效果是什么样呢 呃 有个词根叫 SPART 表示 行为 或者叫成为 这样的意思 叫 PASPART 它是 只有P重叠 啊 然后呢 如果是 始动情况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的重叠 原因 是有变化的 重叠原因 是变成 PASPIRTU 然后 通过了A的 这个对应的词 叫SPART 它呢 是重叠S 就SASPIRTU 啊 所以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 通过了A和B的话 的确是两种 不同的语言 虽然它的词汇 呃 非常相似 对吧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 呃 形态学上面 就是重叠的这个 呃 辅音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就有点 像这个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个 非常常见的词根 叫STAR 啊 或者STAR 啊 STAR是 就是 呃 TARULIS 就是占据一个位置 对 对 占据一个位置 这样的意思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时 它在构造的时候 泛语的话 是 重叠T 但是呢 Aveston 伊朗语是重叠H 就重叠S 对 所以这就 这两者的关系 就有点像 图火罗语A和B的 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伊朗语和 就是Indic 就泛语和这个 Aveston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对吧 我们一般都把它称为 叫Indo-Iranian 对吧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语言 这么密切 然后词汇 非常相同的情况下 在形态学习上面 是不一样的 泛语的话 是重叠T 呃 Aveston 伊朗语 都是重叠 重叠S 对 好 然后希腊语的话 也是重叠S 对吧 然后 呃 然后拉丁语的话 也是重叠S 对 等等 OK 大概是这样 好 然后图火罗语的话 呃 就是如果是SP的话 ST的话 两者 应该都是重叠整体 就都是把ST重叠 但是呢 到了 就SP的时候 呃 西图火罗语 是重叠P 东图火罗语 是重叠S 对 那为什么这样的话 实在不是很确定 对 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 叫SPINT 呃 表示 相信NAS 然后CAUSATIVE 就是使相信 对吧 TB的话 叫PESPINT 有P在这里 但是呢 图火罗语 A SPARK 也是CAUSATIVE 它的重叠 就是一个S 在这里 好 好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福音团 比如说CLOUP CLOUP 是集合收集的意思 它叫KAKLOUPAL 然后呢 图火罗语的话 也叫KAKLOUPAL KAKLOUPAL 然后KLUTK 叫KKLUTK 然后PLUTK 叫PEPLUTK 然后PLANT 叫PAPLANTA 所以这里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都是重叠 第一个音 对吧 好 还有一个词叫KURSE KURSE在这里的话 这里有点奇怪 就是它叫SHAIRSAUS 就这里有一个 双写的SH在这里 然后 但图火罗语A的话 就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 只是这个SH 就KAKLOUPAL KAKLOUPAL KAKLOUPAL 是PALATA的 这个 ALAFON PALATA的这个 ALAFON 只是PALATA的差别而已 对 好 这个是 刚才分了几类介绍 然后呢 可以再讨论一下 他们这个重叠原因的情况 重叠原因 我刚才解释过 在过去分子当中 它原字 当然是原字 原始应用语的完成时重叠 对吧 但是呢 完成时重叠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A重叠 对吧 这个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甚至都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就我们知道完成时的话 是一个STATE 这样的重叠 对不对 这里你可以看到 拉丁语的话 在完成时的时候 是重叠STATE 叫STATE 然后呢 在这个 现在时的时候 是叫SYSTO 这个 拉丁语在 不同的时态当中重叠 结果甚至都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对吧 好 我们可以知道原始应用语当中 完成时应该是一个A的 这个重叠原因 对吧 但是呢 这个A的重叠原因啊 我们在图火罗语当中 是没有发现的 因为如果是A的重叠原因的话 那它在图火罗语当中 应该是一个A这样的情况 YER或者是YER 有个PALATA 因为A是一个PALATA的 对不对 我们事实上发现的是一个 图火罗语当中的A或者R的 重叠 对吧 这个的话应该追溯到原始图火罗语的 这个A的这个一个音 就是YER这样的一个音 它有的时候会有PALATA 对吧 就我们刚才看过 它有的时候会有这种PALATA的效果 就是VIAVIKU 对吧 VIAVIKU 它会变成YERIKU 这样的情况 OK 好 然后我们可以 还有一类动词重叠 就是在 这个图火罗语A当中 专门有的 所谓史意过去式 这个在图火罗语B当中是没有重叠的 只有图火罗语A当中有重叠 具体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STEM STEM表是放置 CAUSATIVE STEM 它叫SHASHMALA 然后呢 KERP 它叫KAKERLIPA 然后呢 PERK 叫PAPERLIPA 对 这是第二类 然后第四类的话 第四类的实义过去是 它的标志 除了重叠之外 还有一个SH的音 在这里 OK 例子的话 LOOK 叫LALUKSHAWA 好 或者TEM 叫TATEM SHANT TATEM SHANT OK 好 等等 然后呢 这个重叠 如果原因是A的话 那它在原始图火罗语当中 应该是一个A这样的一个音 A 好 然后还有一类 或者是还有一个吧 个例 就在虚拟式的这个瓷干当中 这个瓷根的话 我们都 应该都知道 就是 NACH 放置 这个在 希腊语 还有泛语当中都有 这个瓷 对 这个瓷根 叫NACH NACH 放置 OK 好 然后这个瓷根呢 构成的现在式 是重叠 现在式 对吧 比如说梵语的这个DADATI 然后AVEST 也叫DADATI 然后希腊语叫TITEMI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为什么知道 它是这个OGRADE呢 因为在这个HITET当中 它是一个HIT CONJUGATION 所以我们知道 它应该不是一个AGRADE 对 这个我们在讲赫体语的时候 应该讲过这个词 对 好 然后这个 词根是我们目前为止仅有的 这个 现在式和虚拟式当中的一个重叠词根 词文语当中叫TATA sorry TATA 放置 好 讲完了这个动词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名词 名词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希腊语的这个KUKLOS 或者泛语的CHACLA 然后是来自这个 原始英语的这个KUKLOS 这个形式 它是翻转 然后它在图货类当中 形式叫KOKALE 或者是叫KUKER 表示车辆 就是这个战车 叫你马车 OK 好 还有一个词 还有一个词叫ZATKU ZATKU这个词呢 是表示斜的 歪的 然后这个词很有可能是和希腊语的这个DOKMOS 就是跨过斜的 以及泛语的这个JHMA 也是表示斜的这个词 有关系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X 还有一个T在这里 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重叠形式 来自这个词根叫DOKG 然后这个DOKG的重叠的话 叫DOK OK 然后呢 这个东西在 OK 呃 对 subjunctive 啊 对 多谢 多谢 subjunctive 对 subjunctive 多谢 多谢提醒 subjunctive 好 然后这个词根 在这个 重叠的情况下 是变成DED和GWON 然后这个DED和GWON的话 这个中间的这个喉音会消去 然后消去之后呢 消去之后 然后这个A的话 再次变了一下 变成一个弱的 因为它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 再次派生 然后所以会出现这个 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是在哈克时代呢 刚才我说的 语音的 那个部分 讲过 好 然后还有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OLED这个词 对吧 这个刚才说过 好 还有两个 或者还有 两个词的话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花这个词 托克罗语的花 叫Piapio 或者叫Piapio 这个你听起来就感觉像是重叠的 对吧 Piapio 或者Piapio 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来自这个词根叫Piach 这个第一类喉音 然后这个词呢表示 Swell 或者Srive 就是 生长茂盛 这样的意思 然后它可能是来自Piach Piach Piach 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Piach的话就会变成Piapio 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语意变化 就是Srive 到花 我们可以参考范语的Pushpa这个词 Pushpa的话很有可能是来自Posh 这个 茂盛生生长这样的意思 还有一个词叫这个Sai 大腿 对吧 叫Chikachiko 就看上去听上去也像一个重叠 它很有可能是来自奔跑那个词 叫Tekko Tekko的话是跑 然后Torroid这个Chak 河流的话也是来自这个词 所以河流的话就这个川流不息对吧 就是奔流不息 河流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从这个过去分词 词干构造出来的名词 比如说叫谢树 谢树为 谢树为的是吃 它可能是来自这个谢树 这个过去分词的这个词干 谢树 好 还有一个儿子这个词叫Sesua 这个可能也是来自这个分词的词干 Sew 好 还有一些这个重叠的现象就比较简单了 第一个是叫所谓的Ameritita Compound 这个是一个呃 范语的语法的术语 表示重叠 复合词 比如说叫Konkon Konkon就是天一天一天的 然后他有的时候也学成Konacon 这个是在烟旗的弥勒会间级当中出现的形式 叫Konacon 然后呢 还有叫Kropa Krop 就是一堆一堆的 然后Oster Ost 从一家到一家 这样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就把 形容词重叠起来 用 然后表示他的最高级 或者表示加强的含义 比如说呢 这个Savis Savis 就是大大 那当然就非常大 对吧 然后Kasu Kasu 好的好的 那就是所有的好的 非常好 还有一个呢 会有这个格的形式 这个Svade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泛语的那个Svadu 或者是希腊语的黑律师 甜蜜的 对吧 就是这个甜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离格 就是从甜当中 在选出甜 那他实际上是用来翻语 翻语着这个最甜的意思 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表示最高级的时候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是从什么当中选出来一个好的 就从好的当中选好的 那就是最好 或者是更好 对吧 这样的意思 从甜的当中选甜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代词 叫这个Kusaksa 可能是来自这个Kusaksa 我们在拉丁语当中 也有KusKus 或者赫提语当中KusKus 然后还有个代词的 而不是副词 Anen或者Anenka 但那可能是来自OwnOwn 这个重叠 表示在其中 对 好 这个就是这个第一部分 OK 关于土荷罗里这个重叠 然后的话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 这个 就是Kamamachina 这个结模的这个文本 我们上一次读到了 这个第三个这个戒律 第三个戒律的话 就是说不能够 这个 有这个 这个 怎么讲 就是 不能够有这种 淫淫淫乱的 或者淫 就是性行为 对吧 OK 然后 即便是和这个动物 也不可以 对 然后呢 这个 接下来这个 第四 第四条 就是指这个 不能够 忘语 就不能够骗人 对吧 好 然后图后来文本 这里是残缺的 所以也只是 补充出来的 那就补充的话还是可以有根据的 因为后面有这个 对吧 好 我就读一下 然后再解释一下 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然后这个的对比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对比的话 其实在这个schmidt的这个文本当中是有的 可以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其中三条 对吧 第一条是杀生 对吧 然后梵语的话叫 プラナアティパッタ プラナ的话是生灵 生命 然后アティパッタ的话就是 相当于杀死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第二条就是 对吧 当然就是偷盗 好 然后呢 下面就是 Maitu 就是 翻译 泛语的就是非泛型 Abrahamacharya OK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泛语的这个实践 第四个 叫Murshavada 就是说谎 就是说假话 就是说假话 然后呢 叫Sura Maireya Madhya Pramatastana 就是处于 这种癫狂的状态 因为喝了这些 烈就是烈性的饮料 这样的意思 喝酒啊 烈酒啊 这样的意思 OK 好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呢 叫Uchashayana Mahashayana Uchashayana Uchashayana 是高的意思 就是Saya 那是床 就是高床 大床 就不能够睡 这个 不能够使用这个高床大床 好 然后呢 叫Mada Ganda Vilepana Varnaka Dadana OK 就是说不能够带这个Mada花环 然后Ganda Vilepa Ganda Vilepa 是有香味的这种香水啊 这样的意思 OK 好 然后 Varnaka 是 就是装饰这样的东西 Varnaka Dadana 就是手饰啊 装饰这样 之后第六 第六条 这个顺序有点颠倒了 下一条叫Nriti Nritiya Gitta Varitra Gandritiya 是跳舞 Gita 是唱歌 然后Varitra 是相当于乐器 就不能够歌舞生平这样 好 然后之后呢 干嘛呢 叫Jata Lupa Jata Lupa Rajata Pratigraha 就是 这个是指这个不能够拥有贵重物品 就Pratigraha是拥有抓住 然后这个Jata Lupa和Rajana 是指金和银 Jata Lupa是金子的意思 然后Rajata是银 金银贵重物品不能够拿 OK 不能够拥有 然后之后呢 最后一个叫Akara Bojana 就Akara是不再正确的时间 然后Bojana是吃饭 就是不再正确的时间吃饭 这样的意思 OK 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图火罗语 这个意思大概是什么样子 好 图火罗语 我们可以看一看 图火罗语的话叫 Vike Venemen 然后Narkershene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一个套话 对吧 就是Narkershene Narkershene Narkershene就是远离的意思 就是远离的话 它前面都是加一个离格 对吧 Man是离格 然后Vike是说 Vike是谎 然后这个Veline是说 就是说谎 这样的意思 Velia就是Vada 然后Vike就是Brusha OK 然后关于这个词源的话 有一些争议 就是可以不用管它 对 好 然后后面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短语 叫Postani Arano Kiriye Mane 就是说 你不能够说谎 即使你在这个说笑的时候 就你哪怕跟别人开玩笑 你也不能够说谎 就即使在说笑的时候 也不能说谎 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短语 叫Postani Arano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上一次讲过 嗯 可能是讲过啊 就是不能够偷盗 然后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线也不可以 对吧 这个我上一次可能讲过Postani Arano 对 这个是表示即使的意思 就即使你在跟别人开玩笑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说谎 对 好 然后下面 叫Mara Triceria Shaxe 然后Yokaline Men 还是一个李格 Men 对吧 然后这个Yokaline是喝的意思 喝什么呢 喝这个Mara Triceria和 Shaxe Mara这个词 嗯 我们刚才看到了 就是刚才这个对应关系 梵语当中是有三个饮料 一个是Suda 一个是Mara Triceria 然后是Maria 总之呢 他们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 我也不确定 他们具体是什么这个物质做的 就是 或者酒精度数到底是多少 或者是什么材料做的 我们知道这是三种不同的饮料 然后呢 涂果乐器当中用了三个不同的词 来 翻译他们 然后第一个词呢 叫Mara Mara Mara这个词比较有意思 Mara这个词 据说是一个 伊朗语的 伊朗语的借词 我们可以看这个 shary template 这个 这个 论文 ok 他认为是一个backtrend 就是大下语的一个借词 ok 嗯 就是涂果乐语 从大下语借过来 在这里 嗯 在这里 就是说 涂果乐语的这个model这个词 涂果乐语model这个词 这个9这个词 他呢 有可能是来自大下语的这个model这个词 嗯 然后这个model的话 嗯 这model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model这个词 其实我们 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 呃一个词 它其实就是泛语的这个model这个词 泛语这个me这个词 我找给大家 或者是希腊语这个mesh这个词 或者metri 嗯 希腊语 sorry 范语叫madu 对吧 我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范语叫madu 然后madu的话 在这个伊朗语当中叫mazu 对吧 你看这个z 就是zu这个l 好 那这个这个 d 就这个音啊 在伊朗语当中 这个d这个音 嗯 会变成这个l这个音 对所以说 呃大下语的这个baktrian的这个model这个词 应该是来自这个印欧语的这个 me这个词 medu 然后希腊语的话 当然就是mesh语 对吧 或者mesh 对吧 mesh这个词 对 ok ok 所以这个词 这个词 虽然叫me呀 但实际上 嗯后来的话 呃 应该也有这个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巴黎语当中他就已经有酒的意思了 啊 就应该可能是一种蜜酒吧 啊 我估计就是他是甜的 相当于是米酒做的 做的这种东西吧 有可能 或者是这种 反正粮食的话 会有一些甜味 也有一些 这个酒味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对所以 这个大下语这个 model这个词 model这个词 啊 对所以原来是一种甜酒 然后接到土口类语当中 叫model 这个形式 啊 那土口类语实际上也是有这个词的 所以类语这个词叫这个 mit mit ok 然后这个呢 被认为 是 中文 那个me 这个词的 这个 来源 对 ok 啊 土火罗语 嗯 对 啊 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呃 汉里这个词 而这个词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就是呃有两派说法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认为是从 啊 土火罗语到中文 那有些人呢 认为是从中文到土火罗语 对 就是 有两派观点 那搞土火罗语的人的话 当然是觉得土火罗语是源头 然后做古汉语 中国的话 就会倾向认为中文是源头 对吧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立场的 对 ok 是吧 这个中国只要 只要涉及到这种西域研究的话 应该都会感兴趣 对 是 我只是告诉大家有两派这种观点 这个 嗯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去判断 对 就土火罗语的形式叫meet meet 这个形式 ok ok 好 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mala这个词 然后这个trik trikalia 的话是一个土火罗语自己的词 它是来自这个动词trik trik的话是表示混乱错乱 这样的意思 对 trik 他他他应该和英文的那个trik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trik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就表示混乱 那个迷惑这样的意思 好 然后这个词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 这个词是一个 认为从中文借到土火罗语的词 这个我们可以呃 嗯 来看一下这个trik的这个 嗯 这本书啊 这本书的话 哎 稍微 我换一下 这本书的话 嗯 之前在群里应该也发给过大家 对吧 这就是讨论早期 嗯 就是中国和中亚伊朗 中亚英欧语的这个关系 嗯 不达达克和schwarz 对 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词 土火罗语的这个 shak shakusei这个词 shakusei他翻译成brandy 这个brandy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就反正是一种烈酒对吧 然后在四十一页给大家看一看 他说啊 这个brandy 不是说 他说这个土火罗语这个shakusei 就是shakusei这个词 是中文这个素酒的这个 借过来的 因为中文的话 根据普利本的这个 够你的话 叫 suktu 这样的情况 对吧 suktu 然后这个suktu的话 在土火罗语当中有可能变成shakusei 这样的情况 对 这个 我也只能存疑了 我也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像这种 这种怎么讲的 生活用品啊 或者是种 很有可能是外来词的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白蓝地 对吧 白蓝地当然是英语的brandy 对吧 然后还有巧克力 对吧 就这种食物啊 饮料啊 什么之类的 劳母酒对吧 就这种酒啊 食物 这种东西非常有可能是外来词 对 但是不是中文这个酥酒的话 我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对 但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种解释 对 好 所以这个是第二 第四 第五条 就是说不能够喝这种 怎么讲的 会让人疯狂的这种饮料 对 好 然后的话就是 这个 大床 大床的话 这个 这个是高的意思 特别是高 然后 然后是大的意思 然后是床 然后man的话还是远离 对吧 离格 远离这个高和大的床 然后关于高这个词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高这个词它实际上原来可能是深的意思 它只是表示纵向的一个长度比较大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这个词根的话在开尔特语当中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熟悉的之前美国前总统 对吧 就是trump 他的donut donut donut donut这个词的话就是一个 原来是开尔特语 对 嗯 原来是表示这个世界的主宰 嗯 这个 嗯 第一个部分 这个dor这个部分的话 是来自这个词根dub 然后这个dub的话 是原来是表示深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深的话 在土耳罗里当中就变成深的意思 而就变成高的意思 sorry 就是相当于纵向的一个 这个距离比较大嘛 对吧 所以你往下的话就是深 往上的话就是高 对吧 所以这样的意思tip ok 在土耳罗里当中所有的话都变成轻音 dh变成特 对吧 然后bh变成p 所以就变成tip 所以就变成tip 这个形式 对 alotra的话是高 嗯 然后lick是床 ok 好 然后下面的话 还有这个花和花环啊等等之类的 我们可以下一次的时候啊 那就只能再等一个月了 对我这个主要四五月份 嗯 一直到七月份 还有两个月 嗯 一直在学校上课 嗯 这月期的课有点多 然后学生也比较多 所以嗯 平时周末的话也要备课啊 就是看材料 对 嗯 我们嗯 只能一个月 嗯 建一次了 不过我们 嗯 从八月份开始的时候 嗯 又可以继续了 哎 希望八月份的时候大家 至少都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好吧 那我们 要不今天就这样 感谢大家 周末的时候 嗯 好 啊 不客气 然后感谢大家周末的时候 还过来停课 然后希望大家 也多多保重啊 在这种困难的时刻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 平安健康 嗯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 保重 嗯 拜拜 哦 谢谢关心 哦 我会好好保重啊 好 拜拜 嗯 对 这个讲课真的是很非嗓子 这个 真的是职业病 绝对是老师的职业病 嗓子的问题 对 好 我们下周再见 嗯 好 大家多大家也多保重吧 好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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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